随住美国各种应接不暇的制裁 曾经风平浪静的波斯湾再度变得阴云密布 而伊朗面对所谓的极限施压 依然是寸步不让 这也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双方的针锋相对 不仅让局势一步步恶化 也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了这个巨大的泥潭 而在这个敏感时刻 美国的铁杆盟友沙特 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并开始表明立场 陷于阿联酋海岸邮轮 以及沙特流泵站 先后遭到袭击 沙特就构筑孤立德黑兰的统一战线这一主题 于上个月30号到31号 这两天连续召开了三场峰会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显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 沙特将所有会议的地点都选在了圣城卖家 在会议结束后 与会各方发表了联合宣告 谴责了伊朗对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 并表示该行为已经对海湾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安全威胁 而美国伊朗问题特使胡克在特别峰会上也明确表示 对伊朗采取军事选项依然在摆在桌面上 如果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 白宫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军事行动予以回应 除此之外 他再次强调 在美国对进口伊朗原油的豁免档期后 凡事向伊朗购买石油的国家 都将受到制裁 与此同时 美国鹰派人物的代表 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在访问阿联酋过后对媒体表示 此前次艘油船遭到攻击 是伊朗为了抬高全球油价而采取的行动 美方已经掌握了关键证据 并将于下周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 不过对于博尔顿所谓的证据 我们还是要保持住谨慎的态度 毕竟医馆洗衣粉 都能成为美军动武的理由 而面对美国为诉诸武力 而营造的这种紧张细分 伊朗高层仍然毫无据色 伊朗副外长阿拉奇于近日表示 白宫某些不怀好意的政客 为了自己的一举私利 正在努力点燃双方的战火 但是德黑兰已经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而作为伊朗的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也在30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他表示 德黑兰永远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 因为这是美国施加压力的一种策略 谈判会打击军队的士气 并使其放尸防御能力 至于在伊朗核问题上 哈梅内伊声称 根据目前伊朗所面对的情形 以及美国的所作所为 德黑兰将不会遵守其对伊核协议的部分承诺 并且他呼吁伊朗官员和公众 不要屈服于压力 抵抗到底才是应对敌人最有效的策略 住 文章 关注我们 每天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